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主角,我是你们的脚师傅 现在我是在北汽赛店 来看这款全新的SUV城 北京X7 北汽最新的平台,BMFA平台下的第一款产品 我个人觉得现在这种设计,那是非常的有亮眼的地方 刚才跟他们那个工程师聊了一下 这款车它的设计师是一个美籍华人,之前设计的City 6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整个车的设计源和City 6是完全不相同的 这就是北京汽车说了 就是不允许那个设计师要将原先的设计源带到现在这款产品当中 视频当中的这款车是一款接近于亮产版本的最后一批的实装车 对,就是这个尾灯最后亮产版本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我再问了一下专家,他说这个尾灯到最后正式亮产之后 它的亮度会更红一些 现在这款车他认为这个红有点偏浅,有点橘红的意思 他认为最后亮产版本的红色有点像奥迪亚这种深紫红的这种风格 侧面就是一款非常有造型的这么一个曲线设计 这也是刚才我所说的美籍华人他的一个设计员 给这款车的定下的一个设计员就是非常年轻化 运动化的这一个风格 而且这个设计员也是未来北汽的主要产品的一个加速式的设计员 它其实有别于大众的奇差,是比如说这种套娃的风格 它是在于线条上是采用了家族化的设计 然后整个车的轴距是2米8,正好是2米8 然后看一下这款车已经有了DM单的配置单了 一共是五款车型 眼前的这一款是它的最顶配的 叫什么至美至尊版 1.5T是138千瓦,275Nm 那其实要比长安的蓝晶 1.5T在低扭数据上会更好一点 这款车还有一款是2.0T加上8AT 使用的是现代的2.0T加上它的8AT的变速箱 还要更晚一点 差不多应该是明年了 这个前期21号会同步推出它的1.5T加上7DCT和PS EV的版本 这个三块大屏 而且它有UI设计的还有特点 这高贵车型配置非常的全 360全影自动泊车 车道辅助 泊车雷达 然后还有放盘加热 座椅加热与座椅通风 副驾驶也是有座椅加热和座椅通风的 车头灯的交互啊 有三种 魂想功名和独奏 然后它的氛围灯啊 氛围灯看了吗 就这么多颜色 而且它这个氛围灯 是这里有显示啊 除了这个侧面啊 这里啊 还有这部分啊 然后这里啊 看见了吗 这个紫色了吗 还有车门 这都是有氛围灯的啊 特别有意思的啊 它这个人机交互系统啊 看一下啊 它这个 这左右两侧的这个按键啊 还可以画圈 天天没事在这车里就盘盘盘玩 来看一下行李箱啊 电位 然后它的行李箱的空间容积啊 标准状态下是450升 然后它这个后排座椅 是可以角度调节的 然后还可以纯屏放到 然后它的天窗 非常的大 好 我们来到了后排啊 可以看到 刚才我说的这个全景天窗 真的尺寸非常大 而且是可以照顾到了 后排乘客的头领 后排给我留下印象非常深的是 它这个座椅填充的是非常非常的柔软 这个座椅皮质 而且手感也是很细腻的 有点无限接近于哪怕真皮那种手感啊 而且它的后排座椅靠背是有角度调节的 我现在做这一侧啊 左侧是一个最躺的姿势啊 右侧是一个比较挺的这个姿势啊 差那么多人一距离啊 后排到空调除风口的下方呢 边缘接口 这款车啊 6月21号正式上市 它的最主要的竞争对手 就是长安的75plus 这款车最后定价是多少呢 我们拭目以待吧 那OK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了各位